各位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讲 internet的一些setting 和一些操控的实践 知识的时候 今天我们讲些什么呢 以前我们讲过 internet的地址 和 你连线的 关系 记不记得我们讲一个原则 就是你有个computer 或者有个其他的东西 你是要 跟你另外一个computer 或者一个网络联系的时候 你必须是接收到 那个router assign 给 那个器件的地址 没有地址是拿不到 亦都发不到 要记住这些东西 所以 藉着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讲过 就是说 internet的address 有一个是global 的address 你家里的router 的地址是全世界唯一的 OK 好了 但是在你家里 有三部四部 五部电脑 或者加上手机 之类 它就由router 去分配 一个local的地址给你 还记不记得 那么最 popular 最 typical 的系统 就是 192.168.168 然后就是router 的 number 1234 诸如此类 然后再一个 dot 最后的 number 就是你家电脑 或者你的 network 的 printer 或者你的手机的地址 好了,那我们说回今天要说的事情,有了刚才那些基础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知道,如果,你家旁边的屋,你楼下,有人勾了你的线,借你的软件上网,那你知不知道呢? 那就是随着这个线索去,如果它能够借你的软件,勾了你的软件的线上网,那它就免费享受了,无论是有线无线的,多数是无线的,不是怎么勾的,是不是? 勾了你的软件的WiFi,那它就免费享受Internet的服务了,是不是? 那你想知道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scanner 用一个scanner,不是那些physical,做相片的scanner,是Software 的scanner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看这件事,网上有的,譬如有一些叫做Pot 的scanner 那这里呢,看到吗?我的screen 这里有一个,就是我把这个 shortcut 弄了下来 我click一click它,double click它,那它问过是不是做这件事? 是,那我这里就装了它,OK,那就start 了 那这里呢,就出了一个Avance Report 的scanner 这个是Application 的 shortcut,我double click它 那它就开了,那这个就没用了,我关掉它,看到吗? 那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把它看下放大一点,对了,放大一点看 那你会看到这里容易看一点,是不是? 那它说,从你scan,192168是一定的 如果不是刻意去改的话,每家每户都是192168 是不是?那于是呢,router 它算是0 如果你的router 是不是0,你改这个 number 如果你的router 是1的话,那你就改1 是不是?那它从1 scan到255,这里又要1才行 是不是?那你这两个一个起手的地址 一个最后的地址 它就scan这255个地址,看看哪个在那里 是不是?那所以变了呢,就scan了 对吧?那你要记得我之前说的 internet的知识,你也行 你要顺着看那十多讲 OK,好了,那我scan它 看到吗?那现在它传了我这里 1,2,3,4,5,有5个地址 是套了这个router 是不是?那其中有些呢,就是个computer 有些是我的printer 那你心中有数就知道你有多少 是哪个是哪个的 是不是?那这样就容易了 那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如果多出来 这里不止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那其余的 六七八呢,就变成了一个 什么呢?一个多余的point 这个多余的point就是要查 好,我们继续 刚才说到,就是说,你scan这些 那你就要懂得在这里 设计这个地址 是不是?它是in general 给你而已 那这里如果我刚才说过,我刚刚说过 就是说这里五个,五个是很真实的 它不一定是顺序的 133就是我的printer 其实 那你自己心中有数就知道 哪个是属于哪个的 OK? 所以变成了,你知道 如果多过五个 我又没有多过五个的器件 是接着那个router 的话,无论有线还是无线 包括手机在内也是 是不是? 那你每个都知道是什么 那然后呢,你就 心中有数了 那你心中有数之后 如果这里就是多余的出来 那你就要知道是谁 那你就要去什么呢? 如果真的多余的出来 又不是你的 那你就要进去router 里头 又是要温习我以前internet 说过的 你去router里头的setup 那里,就把那个IP地址封了 那就不用说 去发掘出来 就是去证探哪个人的手机 总之你封了地址 就回应我开始说的一句话 如果没有地址 给他 他是进不来 拿不到东西 用不到你的router 是不是? 这些就是从知识上 基础理论 基础知识上 去慢慢 应用 如果你没有那些基础知识 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 你只要等人 等儿子 等女儿来搞 不知女儿 就站在那里 所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所以我经常来到你 譬如在我internet那里 我起码说了十多讲 我不太记得今天 应该提起来 但是你一定要 慢慢地去看 现在我的网课 差不多 永远 存在那里 那你有空去看一集 或者重温一下 那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很多人 或者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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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那十分钟都不肯 于是你就不能够 建立你的知识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 很多成年人 由于他远远落后于 现在的高科技 所要求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技巧 所以他很多东西是站在那里的 没有能力去用那些 这个 与时并进 用那些高科技 所以我经常是苦口婆心地 去劝语大家 是不是? 那其实现在 我都可以在网课上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但是 没有的起心肝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人质易尽了 OK Thank you 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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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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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